直到看见唐嫣40岁的状态 我才明白女人嫁对了人 唐嫣做的妆教 眼神没有疲惫感 脸上胶缘感满满 喝奶茶被抓包的表情也好灵动 40岁这个状态只能说太震撼了 而且堂堂心态上的那种青春感真的无敌 爱人如养花 姐姐在婚姻中一定很幸福 唐嫣自从和罗敬结婚后 很少有新的作品出现 但眼里始终有光的存在 而婚后的她越来越像个小女孩了 唐嫣之所以有足够的底气 说出这句话 或许背后的答案 真的因为罗敬把她当小公主一样宠爱 嫁给罗敬后 唐嫣从来没有做过家务 每天早上醒来都能看到老公做的爱心早餐 不管去任何地方 罗敬都亲自送她过去 所以40岁的唐嫣连地铁卡都不会杀 这当老婆喜欢爱马逊 每次新款一出 罗敬都会第一时间拿下 价值4万的LV手机壳也是丝毫不犹豫 除了满足老婆的物质生活以外 罗敬还是个彻头彻尾的老婆奴 当两人合体参加节目时 面对唐嫣爱吃的粉丝糖果 即使主持人不允许 罗敬还是偷摸的抢过来送给她 更让人羡慕的是只要两人同时参加节目 唐嫣从来不需要自己拿话筒讲话 因为罗敬早已成为她的话筒架 只要唐嫣在身边 罗敬的眼神永远都会追随在老婆身上 某次颁奖典礼上 唐嫣穿着高跟鞋下台的时候 罗敬全程看着老婆的脚架 生怕她因为裙摆太长不小心绊倒 而当唐嫣的高跟鞋被裙摆缠住后 罗敬也是第一时间蹲下为老婆解决麻烦 即使自己很讨厌吵闹的环境 她也愿意陪唐嫣去看她喜欢的演唱会 甚至还会跑到路边为她买荧光棒 我是亲眼看到罗敬在街边亲自给唐嫣买荧光棒 而且她把最好的两个位置交给了我们 她自己默默地坐在后排 知道唐嫣喜欢梦幻婚礼 罗敬就豪志百万给她打造 甚至为了防止婚礼现场被外界打扰 只在婚礼的前天官宣结婚的喜讯 每位来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 机票和住宿也都是全包的 婚礼地点选择在音乐之都奥地利举行 所有来宾都签了保密协议 进场都需要佩戴特制的手环 并且除了摄影之外 其他宾客不允许带手机进场 除此之外 夫妻二人还为每位来宾准备办手礼 婚礼当天 唐嫣头上佩戴的皇冠 也是罗敬亲自设计的 光是改版和打造 就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身上穿的婚纱是纯手工打造 每一颗钻石都是一点点缝制上去的 这款婚纱比天王嫂的婚纱还要贵一倍 除了主婚纱以外 剩下的几套礼服也都是高奢定制 整场婚礼办下来 画了将近一个小目标 因为唐嫣喜欢 所以罗敬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如今40岁的她依旧像个小女孩 清澈的眼神和灿烂的笑容 都是她被爱的证明 这一刻 Farad奔曲 没法